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句子把等式写出来 下面留给你了 快快暂停视频吧 怎么样 特别的容易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呢 跟着乐乐老师我们共同来做一做 好吗 好的 身体要点 注意了 仍然属于等式加减法 思路分析来吧 读句子先把等式写出来 好 那我们开始了 知道了两种书共有720本 那我写一写啊 我就写一个故就可以了 对不对 故加科等于720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写的呢 OK 咱俩心有灵犀啊 幼稚故事书比科技书多了160本 那这个怎么写啊 诶 底字句一定要会分析 那就是故怎么样啊 好吧 剪掉科技书等于160本 哇 注意了 写完以后我会发现 诶 这应该属于我们讲过的哪一种情况 有加 有减 等式相加 很好理解 等式相加 你会发现这个就可以抵消了 对吗 来吧 这叫一式 这叫二式 那我们来写一写啊 那就是一式加上二式 看谁最厉害 请迅速地告诉乐乐老师 等号的左端是什么呢 记住了 以等号为界 左边加左边 你会发现怎么样了 诶 这就可以抵消了 对吗 很好 那等号的左边就是二倍的故事书 右边呢 诶 注意了 两者一相加 这是八百八十 对吧 好的 那接下来怎么样了 这一本故事书可就求出来了 来 等式的缩倍 二除以二 这是一 那这边怎么样 八百八十除以二 这就是四百四十了 对吧 那故事书放完了 科技书容不容易 诶 容易的 嗯 那么同学们 你想用哪一个式子 都还好 好不好 那我们就用第一个式子了 行不行 行的啊 那科技书 诶 写一写 就应该等于七百二十 怎么样了 减掉这个四百四十 对吧 好了 我们算一算 最后的结果等于多少 哦 应该是二百八十 完了 本题搞定了 来吧 属于我们讲过的 有加 有解 等式 相加 当然了 有个同学说 乐老师 这个小题呀 我用的是核差问题的这个思路去做 可不可以呀 可以 本质上其实呢 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今天 我们主要讲的可是等式加减法 也希望大家用这种思路试试看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跟着我共同的来看一看 电子版的解答过程 准备了 诶 先读句子将等式写好 好的 故事书四百四十本 再往下 科技书二百八十本 你 做对了吗 来吧 一块来看一看 石老师 点金 注意了 诶 有加 有解 等式 相加 老师在下面又写了一条 当然本题也可以用核差公式来做 你 学会了吗 我需要你来看 这些误会 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